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首日 拜登是压轴登场发表了演讲 美国舆论说他讲话清晰 而且是非常的有激情 期间也是数度哽咽 您觉得拜登为什么这么激动呢 拜登这个激动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他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局面 并不是他自愿让事物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他是遭逼宫而不得不退选 但是目前看退选 应该说他也经过这么差一天一个月 是吧 经过这么些天的反思 他应该也意识到他的退选 对整个民主党来说 是确实带来了一个转机 现在从各方面来看 哈里斯现在所代表的民主党 都表现出了一个激烈追赶的 一个积极追赶 而且有点齐头并进的这么一个势头 也就是说 特朗普在之前差不多一年时间里面 积累起来的优势 现在被抹平了 两个人并跑 两个人并跑 所以在这个时候 共和党方面会很紧张 而民主党方面 我们从大会的气氛来看 应该说总体上是非常轻松 愉快 而且积极向上的 所以拜登现在他应该对自己有一点感动 觉得我这个人很大度 我让开了这个位置 现在这个民主党应该说有进一步的希望 所以他是百感交击 但是我们知道推出绝不是他自甘情愿的一个行为 所以现在他这个如果说今年民主党败了 他可能会觉得我不该退 如果民主党胜了 到那个时候他可以给自己要一份工 这个觉得这个是我的选择 首先哈里斯是我选择的副总统 第二我同意他 我indorse他这个来作为下一任总统的提名人 所以现在他是百感交击 所以昨天他50分钟讲的话 基本上都是自我表扬 他的甚至口气都越来越像特朗普 觉得他是世界上 就是美国历史上成就最多的总统 他没有说是最伟大的总统 但自称是成就最多的总统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他的表演最后一次表演 或者说他这是到手第二次参与重大活动 那么下一次最后一次就是交权了 拜登在演讲当中也是回顾了 他执政四年所取得的成绩 他说50年的政治生涯 他把一切都奉献给了国家 执政四年您怎么来看待拜登所取得的成绩 必须说这个拜登确实是一个坚持不懈的政治家 从年轻不到30岁就开始担任参议员 到现在这个50年的历程 能够担任总统就已经是他最大的辉煌 最大的成功 他本来可以为自己书写一个更加完美的个人史 非常励志的历史 但是我觉得他犯了一个错误 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身体在这个年龄会急剧的恶化 在他当选的时候其实状况还可以 是吧 我们回到2020年21年来看他 当时他的状况不算太坏 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在这个年龄 人是会出现那种瀑布式的下滑的 而他就面对了这样的问题 而没有去证实他 所以他一直想坚持 一直到你看传出他要退选 到前一天他还用了一句很脏的话 说那些crap我不翻译了 说那些crap不要谈 就是坚决还不同意退选 但是到了21号下午 7月21号下午 他终于还是不得不同意了 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坚持了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 他的经济成就方面 他自己说的很多 但是我们知道他留给他的后任 其实是一大堆问题 首先就是通货膨胀 现在是哈利斯现在在竞选中 也面临这个问题 但是哈利斯没有办法使用 通货膨胀这个词 因为拜登已经说了 通货膨胀在我认为已经控制了 所以这个哈利斯不能说 我要去控制通货膨胀 现在他们就玩一些新的话术 是吧 这个他公布的经济方案里面 第一条就是要降低中产阶级 和更贫穷的人 民众的生活成本 换一个等于说换了一个方法 来说通货膨胀 但是通货膨胀这个话题 依然是对手能够攻击他的 攻击民主党的一个最大的话题 那么在其他方面 其实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矛盾 本来民主党是主张绿色转型的 但是你看到他最后一年 他的几乎所有政策 都变成了保护美国的落后产业 和低效产能 这方面我觉得也是对未来来说 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 在各方面 我觉得他的所谓成就 他特别强调他通过了两个法案 但这两个法案很可能 为下一届政府留下很多的 这种烂尾工程 这个许多的投资项目 可能会不了了之 所以下一任 其实如果是特朗普 无所谓了 他觉得反正你给了我一个烂摊子 怎么说这个都好办 但是如果是哈里斯接任的话 那么他面临的困难 其实会相当的大 拜登的任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而且他的任内还没有访问过中国 在拜登执政期间 中美关系历经了怎样的变化呢 应该说在他竞选阶段 我们对他还是寄予期望的 因为他有将近50 那个时候已经说 可以有将近50年的经验 而且他很早在1979年 作为美国议会代表团 就到访过中国 那时候中美还没有建交 就是说他对中国是了解的 他也一再强调 他跟习主席有过几十个小时的交谈 这是美国领导人中间 从没有过的情况 他自认为他非常了解中国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大家都看得到 在他上任之后 实际上中美关系在一些方面 是严重的恶化 尤其是在两国科技交流 正常的产业链的合作方面 遭受了巨大的障碍 有一些是他的前任造成的 但是有一些是他做的 有一些甚至是 或者是他强化的 目前我们虽然看到 两国关系有齐稳的这种态势 但是并没有明确的好转 最后几个月我们也很难指望 他这届政府能够做出重大的决定 现在大家都知道 他的时间叫垃圾时间 对吧 所以我们很难指望他在中美关系 以及其他对外关系方面 有重大的决作 美国民主党大会是历时四天的时间 重磅人物往往会在收尾的时候才登场 但是我们看到现任总统 竟然被安排在第一天 这个垃圾时间当一个暖场的嘉宾 比前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 还要靠前 有一种这个人走茶凉的感觉 这个安排您怎么来看 从拜登退选开始 我们感觉到美国在美国政府背后 已经有了一个影子政府 这个影子政府的关键人物 是克林顿 奥巴马 这两位前总统 还有就是像佩洛西 Jack Schumer 这些民主党元老人物 以及哈里斯 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影子政府 所以你在这一个月的新闻里面 你已经很难看到 拜登的影子了 所以在这一次 给他这么一个出场机会 你也会看到 他基本上将在媒体中消失 将在媒体中消失 直到明年1月20号交接 基本上没有 没有他 就没他的事了 这确实要用人走茶凉 来描述的话 我觉得并不过分 所以昨天看到他演讲的时候 他速度在擦眼泪 我觉得他内心是会感觉到一点 悲凉的 他本来是非常想坚持的 他认为他的身体状况 使得他还可以再坚持这一届选举 但是怎么说 形势不饶人 最后他没有敌得过 克林顿奥巴马这一群背后的权力人物 1 2 5 6 6 7 8